都说孩子的性格,成长都和父母有关,所以怎样的父母就会教育出来怎样的孩子,英采儿在娱乐圈里的女性当中应该算是出了名的幽默和搞笑吧,所以想必她的父母也是这样有着幽默细胞的人,所以英采儿耳濡目染,她也就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。 英采儿的原名叫丁文,粉丝们都习惯叫她丁爸,丁爸跟女儿,女婿和Jasper的粉丝们关系也是相当好的,经常时不时低空降粉丝时,来分享Jasper的梦罩,相信大家也看到陈小春和英采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,他们自己很忙,Jasper经常都是由外公外婆在照顾,丁爸偶尔会分享和Jasper之间的搞笑对话,或者有爱照片, 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外公,就连Jasper都说自己在家里最近公公婆婆婆的话,10月25日,丁爸在等次区里又大方,晒出了小小春的梦罩,还趁小小春有点像曼谷的保全人员,只见Jasper穿着制服,戴着墨镜,举着证件,腰上还挂着对讲机和手烤, 一只手放在了背后,表情严肃认真,十分神奇,简直就是春歌济世感呀,Jasper真是气质超好的,又或者说超爱眼,说不定将来了也能走上演员之路,拍个翻版的陆顶记,那就真的有意思了,不知道这是不是丁爸的家, 看起来好大,外婆似乎坐在阳台上休息,儿女孝顺,百孙可爱,丁爸还真是一个,有福气的爸爸,说到Jasper最近,还真是喜欢玩cosplay呀,距离万圣节可还有好几天呢,这已经提前开始玩起来了,上回,Jasper还被家人打扮,成了小皇帝的模样, 然后陈小春便想贵子参加皇上,整得Jasper懵懵的,切切的说了一句平身,平身,但是这身衣服给Jasper还真的很合身,就像是量身定做的一样,Jasper真是打扮成什么像什么,有没有导演相中Jasper呢,快带他去拍戏吧,保里满意,十月一月国庆节,Jasper就cosplay成了一个军人, 在学校里为了感受消防员的工作和艰辛,还打扮成了消防员的模样,现在前不久晒出过和Jasper的合照,Jasper打扮成了美国队长的造型,只要不发出奶声奶气的娃娃咪,Jasper简直太酷了,Jasper生日的时候还被穿成了超级玛丽当中的玛丽奥,十分软蒙可爱,这样的童年真是丰富多彩,叫人羡慕不已, 有钱真好,丁法的手机里肯定也还有很多Jasper蒙蒙搭照片,希望他能多来本私群,跟大家互动,分享新鲜的小田骄傲 负责 负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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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责